領完之後還要這樣子 瞇一下 對 對 會頭瞇 然後媽媽就會反正打掉 打來了 反正也不是迷太花了 我之前你過最開心的是 單獨一包好像就有一萬塊 哇很爽 那你晚上我去 就去旁邊 很怕 我會選玩虎蝶泡 喔 比如說會像虎蝶要飛上去 它不是通常都是直直的往上飛嗎 它是虎蝶往旁邊飛耶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卡新年 當然也可以來小門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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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Derek 我是Lucky 過年快要到了對不對 對啊 那你們以前過年都怎麼過的 因為我們家都在北部 所以我們就不會像 一些北漂青年要下 要返鄉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是在家裡 就在台北度過 基本上我們就是 從小年輕就打麻將打到除丹吧 狂打 瘋狂打 這是最好的守睡方式 打麻將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聊一下過年的過程 就是大家通常過年前 大家都會開始先準備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大掃除 沒錯 我最討厭的就是大掃除 我也是 每次媽媽都會跟我說 阿瑞啊 趕快起來大掃而已 這算是你應該還沒打扇 因為我都要睡到11點我才起床 大概小年一出息的時候我就 因為以前還是學生的時候 其實過年前就已經在放很長的假了對不對 對 然後我就每天都在睡覺啊 我也是 還有打運動 反正就是很不喜歡大掃除 因為等於是大掃除的目的就是為了要把整個房間翻起來 整個床翻過去 然後窗戶把它下來 然後還有汽油漆啊 就是新的一年 新氣象這樣 對對對 但現在好像比較少人在大掃除對不對 還是有啦 比較少 因為像我們家基本上平常都已經做好打掃的工作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的大掃除這種東西 可能就是所謂的意識感吧 應該是說這種東西就是只要到過年 就是大家已經就是要大掃 就變成已經是一種習慣了 就是一個習俗 就跟中秋節一定要烤肉 就是不烤肉就會覺得很奇怪的道理是一樣的 大掃除完之後 接下來應該大家都去買年貨嘛 就是去年貨大街辦禮品啊 那些東西 你們家也會去買禮品嗎 我都買糖果 我知道 就是那種 它就是散霜的對不對 一桶一桶 然後很像那種甘霜 然後就抓 然後算金的 對對對 現在還有這種嗎 現在我沒有啦 很可惜的 我超懷念的 我覺得那些糖果裡面有些蠻好吃的 雖然就是 就是有些不是很愛 但有些真的很好吃 然後好吃的都有一些被我拿走 對 我超喜歡吃裡面就是 它外面是水晶糖 然後裡面包巧克力 蛤好噁心喔 叫什麼情人糖喔 嗯 吃起來剛剛曬的 噁心 還有一定要有就是它外面 像麥芽糖裡面 可是有梅子那種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還有那種像邦邦正正的那種 水果軟 水果軟 有什麼草莓 檸檬 百香果 橘子 我都先拿那個 魷魚絲那你喜歡嗎 魷魚絲我不要 我也不愛魷魚絲 因為我有硬硬 為什麼 因為有一次在那邊咬咬咬咬 然後又被我咬斷 然後我就大過年的缺牙 叫做 SUSU好 GOOGOO好 紅中藍 你真的假的缺牙 對啊 而且我最喜歡去年貨大街 因為就是很多人 會人擠人 而且切記 小心爬手 喔過年期間爬手真的是很多 大家要小心 就是要保護自己的財物啦 包包什麼的 就是你就可能背一個就是 霹靂包背到前面就好 然後媽媽一定要牽齁 小孩子免得走私對不對 對啊不然拿牽到的時候 痾 痾痾痾 痾痾 那再來應該就是除夕當天的下午 媽媽們他們都要開始準備一些年夜菜啊 嗯 那你都在幹嘛 我就想要拿電動啊 我在睡覺 我也不可以去幫忙煮菜啊 那我不會 但是就看媽媽們就是在那邊忙進忙出什麼之類的 我除夕喔 下午都要睡覺 因為我也幫不上什麼忙 嗯 覺得自己很寂寞 呵呵 就是在準備的過程中 親戚就會一一到來對不對 對就是 然後就要跟叔叔阿姨們問好啊 就這樣 嗨 好久不見 這樣子 嗨 叔叔你好 叔叔阿姨你好 為的就是晚上的紅包 哈哈 留下好印象 咕咕你好 那再來就是吃年夜飯啊 那年夜飯大家圍爐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開始跟親戚聊天 那最後答案又要問你 應該就是被親戚問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吧 對啊 欸 恩惠啊 考試考第幾名 是不是 都要問你 欸 我兒子正敬啊 在考全校第一耶 啊你咧 我也選校第一啊 倒數第一 也很厲害 也很厲害 很難考不到倒數第一 對很考倒數第一耶 隨便猜 隨便猜也就可以考 那他們還有比如說 那你現在大學要考什麼啊 啊你工作賺多少錢啊 就是問一些條例式的問題 對 你們都會被問 對 我想說 當個新的吧 就說 恩惠啊 你叫男朋友的沒有啊 還沒介紹給我 拜託啊 像 廚藉不是都會圍爐嗎 嗯 這有什麼大魚大肉的嗎 對啊 那你最喜歡吃什麼年菜 其實我最喜歡吃年菜 蛤 因為年菜就是一些魚啊 一些肉啊 然後都是已經拜拜放很久的東西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那些 放很久的食物 所以我每次年夜飯的時候 我就會假裝就是吃一兩口 那噗掉 沒有噗掉 沒有那麼浪費 對 我就吃一兩口之後 然後我就會跟我媽拿錢 然後去麥當勞來吃的 我主席超好吃麥當勞的 因為主席只有麥當勞有開 然後我又不喜歡吃那些什麼長年菜 我都覺得超難吃的 所以你真正的年夜飯就是麥當勞 麥當勞 我現在覺得佛跳牆很好吃 但我以前就覺得它一鍋濁濁的湯 很噁心 像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你喜歡吃佛跳牆 佛跳牆很像全部東西不想吃的東西 就丟在一起 反正在以為湯 佛跳牆不OK耶 佛跳牆很好吃 啊還有一個 我阿伯自己滷的滷肉和滷大廚 你知道嗎 業配是不是 歡迎來我家業配喔 IG在這邊 請記得提早10天訂購喔 對 因為你們家是做餐廳的對不對 對 我們家是做賣麵的啦 嗯 所以應該年夜餐廳都很好吃吧 還不錯啊 我偶爾下面又給我家人吃 我說下面啦 醬麵啦 我最喜歡吃完年夜飯之後的 魚杏火 什麼 零紅包 零紅包 這才是最重要的活動吧 還有打麻將 喔 所以你很喜歡打麻將 我超愛打麻將這樣 沒有啊 星星打麻將的時候 我就問問說 安瑞啊 你怎麼沒有女朋友 又在問一樣的問題 我就排裡面有三隻鳥 我想說 我好想跟我姑姑說 欸 姑姑 我喜歡這個啦 就翻 印尾給他們看 還不是你喜歡三隻鳥 你不要投會太多 三隻鳥 哇塞 我覺得打麻將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不太愛打麻將 但是我知道過年大家就是 群其一代之上 那你還打好嗎 超愛的 啊 我又去 這個不會浪費時間 但過年約不到啊 過年超難約的耶 因為是北部 所有的care都回到南部去 但是聽說南部很好約 因為大家都回去南部了 那我們要像小孩子那樣 抽屜翻開來是不是 是 我們也要回去南部 去南部專門約 去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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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覺得真的就是 北部就變很難約嗎 而且就算你要連約朋友 就是你跟親戚結束之後 要約朋友出去也是很難約到 同時在北部的朋友 就台北經驗的很輕輕啊 對 真的 那以前小時候最開心的時候 應該就是領紅包吧 領紅包嗎 領完之後還會這樣子 瞇一下 對 真的 會口蜜 會口蜜 然後媽媽就會把你打掉這樣說 好臉 好臉的 拿來了 反正也不是迷在花的 在更小的時候 基本上紅包都是被媽媽收走 你最多領紅包領到多少 我最多好像只有領過一萬塊耶 小學啦 到去跟 學校比是不是 對 就是寒假結束的時候 就說你今天你紅包領多少 好像沒有啦 大概領六千 二十萬 沒有啊 六千多了 然後我心裡頭 我贏了 因為我贏了一萬五 其實我有點忘記 我可以總共二十多 但是我記得我之前 你最開心的是 單獨一包好像就一萬塊 我很爽耶 那時候可能經濟很好 大人很賺錢之類的 那你晚上我去 救救房間 李紅包肉腸是不是 我願意 救救我 難怪會給這麼多 那李紅包知道 大家應該都會跑去買鞭炮 你們家也會這樣嗎 我都去打炮 欸不是啊 我就去買鞭炮啦 這麼小就在打炮 當然喔 那你鞭炮最喜歡玩中間炮 中間炮 蛤 可是我覺得中間炮很危險耶 我其實不太愛玩中間炮 我比較喜歡玩那種大龍炮 就是會有那種水樹 什麼火樹銀花那種你知道嗎 火樹銀花嗎 火樹銀花嗎 我看見火樹銀水 對不起 想歪了 我覺得這個很漂亮 又不會危險性的 我選玩火牛炮 你說會像火樹銀要飛上去 你知道嗎 超像火樹銀花那種 但你有遇過奧跑嗎 你知道奧跑是什麼嗎 你說 就是爛炮 雷炮嗎 雷是雷炮 是爛炮 然後你知道這個蝴蝶 它不是通常都是直直的往上飛嗎 它那蝴蝶往旁邊飛耶 亂射人 一鱷一鱷 什麼 一鱷這一鱷 什麼 一鱷一鱷一鱷 一鱷超多奧跑的耶 奧跑最多的比例最高在哪裡 你知道嗎 水鴛鴦 水鴦dadют一盒 有二十根的話大概有十根 你點的時候都不會爆翻 我不敢玩水鴦 蛤為什麼 因為我的聲音挺大за 然後我每次使用很容易受傷 我剛剛沒δήver 對有時候有三十秒 然後你就不要噴 然後你就想說欸好像沒有 然後就過去看然後就砰 嚇死寶寶了 可是很刺激耶 但是我之前好像有把那個鞭炮拿去放在大便裡面 然後大便就 你說 屎花事件嗎 你這樣很過分 我以前拿那個充電炮 射路人 是沒有射路人 你還被告吧 直接我現在就不在 我現在就在監獄裡面 我玩充電炮最醜的事情是 我是在圖裡面 就有一個路人聽音樂 然後他就擦太深的射不出去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會這樣 然後就吸耶 就吸耶 就吸耶 然後砰 然後那個路就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逃跑了 而且你還會跟親戚 比如說你敢不敢那種手拿 你敢不敢那種手拿 有沒有這種 有 我都超知道我不敢拿 啊我也不敢拿 你有聽過什麼叫老鼠胖嗎 不知道 老鼠胖就是把那個啊 充電炮的那個 常常限折斷 然後就沒有地方拿了嘛 就在地上點 然後點完之後 他就噓噓噓 超像老鼠的 那你還有沒有過年的時候 你會不會買那個就是抽籤的那種 啊有有有 就是一千一塊 然後可以抽禮物 然後給親戚抽 然後就可以順便賺錢 就是買那種蜜 裡面有蜜番薯 蜜番薯 然後還有那個糖糖糖果那種東西 綠豆糕 綠豆糕有 但是我覺得那很難吃 所以我都沒有買 我最愛買的是蜜番薯的那個 因為蜜番薯每次就是 大家抽完之後還會有剩 但是卻是我自己吃掉 我以前會買那個就是抽搓的 然後裡面就是那種很爛的玩具 我知道很爛的那種小玩具 那種塑膠的那種 有的時候我表哥就跟我說 欸我抽完了 我沒有都可以抽的時候 表哥可以抽我的東西 沒關係 我就讚援講這個 那接下來就是初一初二初三 接下來就大家應該都是 出去走春活拜拜之類的吧 對不對 對啊 那你初一的時候都會去哪裡 我初一的時候找初一啊 去安妮姬找初一嗎 對啊 不然就是軟體上面找初一吧 初二會找兩個嗎 初二會找三個 貪心 接下來畫面過年新年應該就是比較無聊 就是去親戚家嘛對不對 然後或是去拜拜啊 什麼的 你不要問我 因為我真的打發架 我們家是都去走春啊 比如說去淡水啊 去廟裡面拜拜啊 吃吃東西啊 逛逛老街這樣 那基本上大家每年過年的行程 都是不太一樣 會有所差異啦 但是現在隨著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現在的年味越來越 沒有那麼重了對不對 就是沒有過年的味道 大家都各自在忙自己的吃起來 對啊 現在年味越來越不重之後 大家好像也不會有這些過年的行程 現在的小朋友好像也不會玩 像我們以前戳戳樂 或者是一些抽獎的那些東西 他們真的有手機送戳啊 欸現在小朋友真的是玩具很多耶 就是過年每個人都在比什麼 iPad誰比較新啊 對啊 誰的遊戲比較強啊 我跟你說 現在過年小朋友都在打傳說對決 應該是說他們的麻將 他們是打麻將 他們一到就說 五個湊一桌 然後馬上就開始打傳說對決 所以這一集我們要謝謝 傳說對決的業配 沒有啊 哪有業配啊 沒有業配嗎 沒有業配 那過年呢就祝大家虎虎生鋒喔 祝大家虎頭蛇尾 什麼爛蛇 哇 好啦好啦我就想一個好了 祝大家越來越胡氣 好啦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來 還有幫我評價按讚 訂閱跟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恭喜發財 拜拜